哈喽兄弟们 欢到刘哥模玩空间 今天终于要介绍这款圣斗士圣衣神话EX的天贵星 米诺斯 想当初名界三巨头的第一位成员拉达曼提斯 我花280块钱的一个白菜价格就入手了 现在分分钟都是魂限定的产品 这款玩具我是预定的 但是价格方面将近一个MP10的价格 当初我本来是想去魂商店去购买的 因为便宜100多块钱非常的便宜 结果死活那个网站就进不去了瘫痪了 真的是对我非常的不友好 那盒子方面正面长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名医 整个的造型方面我觉得还原度 终于它是EX的一个素体 所以说还原度要比老版本的 非常非常的提升很多 那么颜色方面很多人很诟病 但是我没有看到实物 所以说不妄下评论了 然后整个背面就长这个样子 它的名医形态是一个失旧的一个造型 在内包方面总共分为了三层 第一层就是素体还有替换的头发面雕手型 包括名医的部分了 很多人说这次名医的紫色不是很还原改的不好看 但是我感觉看到实物之后还挺漂亮的 这种闷骚的鸡老子啊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那第二层呢就是尺寸超级巨大的大翅膀 可以看到呢这一层单独就放了一个翅膀 这个造型方面有点像是死神对吧 然后呢整个的尺寸大小应该是跟神射手相比 也是不遑多让的 只是考虑到它到底战力性如何 还要靠我的后续拼装来验证验证了 第三层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名医的支架的部分 其实内容物是非常的少的 应该大部分都是靠它的名医来组装起来 这点还是不错的 那么在素体的方面呢 非常标准的EX的素体 而这一次由于它有非常大的翅膀 所以说素体的松紧度就显得尤为的关键 目前来看 它的整个下半身你看支撑力度 摇晃起来根本是不会晃动的 而铁角方面呢也是飞 哇很紧很好 这一点的话呢我就放心的多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头雕的部分 很明显我们的米诺斯啊 绝对是一个重度的飞主流患者 你看一下这个厚重的刘海 根本眼睛都看不见了 感觉过去有点欠扁的感觉 我不是很喜欢 所以说呢我一般来说是把 它的这个厚重刘海给它拿掉 换上这个可以看得见的刘海 一下子就舒服多了 顺便来看一下它的面雕的部分 精细程度各方面肯定万代 刻画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从它的脸上看到了很多 其他人的影子 我觉得有点像是卡妙 特别是比如说你看这张脸 我觉得也有点像卡妙 反正是好多人的这个阿顺 阿顺也有点像非常温柔 对不对 然后呢这张邪笑的脸 你不说呢 真的很像是卡妙啊 如果把眼珠给换掉的话 反正我是不知道了 可能万代你看正好也是旁边有这种 钱发的 所以说呢拿卡妙的脸来代替 是不是也可以 你看这个眼白部分好像有一些中奖 这张脸我感觉就更像了 总之呢刻画的精细度还是可以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替换手型方面 总共是五副半 上面的这三副呢 就是最常规的五毛挡 还有抓人的手型 包括普通握拳手了 下面的这一副手型 应该是星辰傀儡线 它的一个起手式是这个样子的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握头盔的手型 应该也是OK的 这边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氧纸的造型了 最特殊的就是这一次 好像是第一次在圣斗士星矢这个系列中啊 看到一个透明的这种手指的手型 有点像是星红女巫 可以说是这一次不大不小的一个亮点了 OK接下来呢 进入到人形着装的部分 顺便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 因为很多迷友微博私信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刘哥 诶你的那个QQ群怎么消失了 是不是解散了 确实是解散了 原因是挺复杂的 我就说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吧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老是有迷友过来好心的提醒我 说刘哥你最近要小心一点 因为有人想要搞你 那至于是什么原因要搞你 说起来也很复杂 大家就不用太了解了 总之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那么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是扯淡吧 但是呢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 都在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感觉到还是要小心一些 然后呢他就说刘哥 你尽量不要在什么各大群里面说话 或怎么样总有人说不定啊 对不对 干一些什么事儿 然后你该退的群就退掉吧 我有一想也是 反正我自己现在说实话也不太玩什么QQ群了 我自己的群啊 一年上不了几次 我就想着 不然就这样子就消失吧 反正平时也没什么用的 就把我们就把它给关掉吧 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反正是明哲保身嘛 对不对 玩个玩具啊 远远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的轻松 那么想要跟我进行互动的 你们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刘哥魔玩 好吧 上面反正有什么问题 我都会跟大家进行个互动的 至于其他的什么群啊 我就已经全部都删光了 OK 那么下半身就已经拼完了 我来说一下 你看大腿部分是合金含量 还有呢膝盖部分合金 然后呢小腿的部分啊 上半截这里 诶 等会儿 这个是吊漆吗 这一整个 啊没有没有 吓死我了 没有没有 再来说一下 上面这半截呢 是合金含量 然后呢下面的这个 是塑料部件 它可能是为了考虑到 它的整个的一个 就是到了后面的这个 零一形态 不是零一形态 就是明一形态 对不对 这边底下是塑料的 整体来说 目前来看啊 这个脚步的刻画 还算是挺好的 那么手臂的部分呢 也很简单 我这边已经拼了一边了 另外一边 我这边来演示一下 诶 我感觉这个样子啊 比较好 就是不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但是我又是在拼装 对不对 这边你看上面的这个 上臂甲是合金含量 然后呢下臂甲的这个部分啊 也是合金含量 不过它还有一个塑料部件 是这个东西 有点像是一个爪子一样的东西 这边前面还有一个 尖的地方呢 是冲钱的 这个样子 底下这个是塑料的 这样子给它扣进去 我想可能也是到了 后面冥姻形态 所以说呢 不得已做出了一个分件 不然的话呢 这个完全是可以做成一体化的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接受 对不对 然后呢再把这个手型 给它插进去一下 哇塞 非常的好插啊 那么副甲的部分呢 肯定都是塑料的 整个这边给它扣进去一下 但是我感觉这边这块 好像前面的这个胸甲 就是胸部的部分 稍微有点靠下 所以说扣的时候不是很好扣 前后扣一下 然后呢 整个裙甲的部分 目前我拿出来的这一块 全部都是合金材质 你看这么大的东西 都是合金的 拿在手上 沉甸甲的感觉 所以说这款 它的整个的一个 你看裙甲也这么大 肩甲也那么大 还有一个大翅膀 拼起来的话 没有EX速体的话 绝对是撑不起来的 这点还是必须要上 它的EX速体 然后你看它这边 好多节都可以动的 包括这里 也都可以调整状态的 然后呢 给它稍微的合紧一下 这边腰带 稍微要扣好一下 然后呢 它的这边这个 就是它的腰带扣了 是一个塑料部件 我刚开始的时候 以为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上呢 应该是这样子倒过来的 有点像是我的牛角啊 这边是塑料的 给它腰带给它扣一下 嗯 这个有没有扣紧啊 OK 应该是这样子 没错了 然后它还有两个塑料 就是这个东西 旁边的这个东西 给它扣进去 有一点像是海魔女苏兰特 好了 两边扣上了就可以了 不要觉得这边底下 好像有缝隙 实际上呢 就是应该给它留出缝隙 只要把上方这里 扣得差不多密合就行了 不过我这款感觉 好像密合度不是太好 算了算了 这边给它稍微往下扣一点 扣住 然后呢 接下去就是它的大胸甲 这个胸甲 全部都是合金材质 目前来说EX的系列啊 除了比如说狮子啊 或者怎么样的 前面是塑料之外 我还没看到 整个胸甲都是塑料的 这一点的话 还是比较成熟啊 还是比较成熟的 给它从这边穿过去一下 好 那接下去呢 就要扣它的两个 非常有标志性意味的 大肩甲 下垂的这个肩甲 这个肩甲呢 全部 不是全部啊 就是上面的这个 是合金含量 然后呢 底下这部分都是塑料的 这个好像老的这个 米诺斯也是差不多 这个样子吧 因为如果这边 全部都是合金 可能是考虑到 它会承受不住 那可以看到 你看这边凹洞 跟背后这里 一个凸起 我来 我先试一下 其实我没有试过 看看行不行啊 哎呀 我傻了 其实呢 可以把这边给它 调整出来 这个样子你看 就比较好插进去了嘛 我真的是傻乎乎的 有的时候玩傻了 你看这边 来用力的给它旋进去 调整一下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从后方这里 给它插进去 给它调整到正面 对了嘛 这个样子不就得了吗 好 那这个样子呢 兄弟们来看一下 没有调整好 特别好的角度的时候 看起来是 觉得有点傻 真的有点傻 这个肩甲 对不对 整个的把手 要调整好一定的角度 然后那手要调整好 特别是它的大翅膀 没有上去的时候 你看 这个东西 兄弟们 你们觉得帅吗 可以弹幕告诉我一下 上面像是大大的 这种大披肩啊 然后底下 也是这样子 全部的弧度都差不多 其实有一点蠢 好像有点上大 下小 上重 下轻的感觉 然后头盔的部分 头盔的部分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先把整个的前发 包括这里 都替换好了之后啊 给它扣下来 这边上方有个凹槽跟凸起 给它扣住 然后另外一个 前面的东西在这里 然后呢 直接给它 对了 还有它的前发 那我这边还是依旧选择 让它眼睛露出来的 这个造型 我是觉得比较好看 我真的不太喜欢非主流 特别是 现在我做业务了之后啊 我的头发永远都是一个平头 平头 曾经当年 也曾经喜欢过那种头发 但是现在啊 真的看不下去了 好 哦 加上头盔之后 立马有了感觉了 那最后呢 就是它的大翅膀了 这个大翅膀呢 它的合金含量 只有中间这个地方 还有旁边 这两条部分是合金的 其他都是塑料的 然后呢 这个跟上面这个 都是可以拆下来的 都是通过孔洞的一个结合 然后呢 整个的一个舒展度 你看 每一片的小翅膀 基本上都是可以调整的 这边里面的这个就不能动了 你看这样子 看开来 哇 这个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你看 这个幅度 然后呢 前后的松紧度 包括整个 这边上下的松紧度 都还可以 只不过 你看 掉漆非常的多 这边旁边 我都还没装呢 我还没玩呢 就已经开始掉漆了 所以说呢 这种名系列的 都是比较容易掉漆了 万代也不太好 去做好这方面的这个上漆啊 我们来试试看 这么重的东西 到底扣进去之后 它的战力性如何 诶 诶 扣上了吗 诶 扣上了 好的 来看一下 这个没有调的特别好 诶 其实战力性 我觉得没有毛病 对不对 OK 那么这款 天贵星米诺斯的 整个人形着装 就已经组装 完成 那么这款 天贵星米诺斯 人形着装之后 简直是罢评了 不愧是冥界的三巨头 冥衣覆盖度 直逼冥三神 背后的大翅膀 也是三巨头中 最有架势的 搭配上EX素体之后 整体看起来 也是非常的舒展协调 重点是 整个拼装过程很流畅 如此巨大的翅膀 加上整体407克的重量 战力性却稳得不行 个人非常的喜欢 至于配色方面 存在的一定的争议 因为最初的 万代官图时期 颜色是更接近于动画的 而实物却做成了一个 比较亮骚的紫色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 是可以接受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的神话 都是放在柜子里 通过灯光的照射 这种亮骚紫色 更具有视觉冲击 难道不是吗 不过明金系列 爱调期的这个特性 这款米诺斯依旧存在 如此昂贵的定价 估计很多兄弟们 一边拼着 一边心中滴血 很多迷友也在问我 关于神话 如何防止掉漆 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放宽心态 你不在意的话 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接着我这边拿出 同样也是三巨头的 EX拉达曼提斯 来进行一个对比 我这边为什么 拿着一根棍子 原因很简单 这款拉达它的下半身 实在是太松了 特别容易往前倒 我这边拿一根棍子 作为一个拐杖 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稍微丑了一点 那么这款拉达 我记得是2014年的时候 出的吧 好像时间没有记错 我是2015年2月份 花280块钱的价格 如此白菜的价格 得到了这款拉达 结果现在你们看一看 好不容易四年之后 等来了第二个成员 结果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我都已经没话好说了 顺便说一下 这款EX拉达 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款 不是第一款正版 而是第一个正版神话 录制视频的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我的第11期视频 我的第一个神话的正版 就是这个家伙 现在已经没眼看了 但是想一想 没有它的话 就没有现在的我 因为以前我都是 录一些国产的 它开始了我 整个的一个正版的 神话的路程 那顺便给大家 进行个投票吧 你们觉得如何呢 这两款 觉得左边好看的 琴打一 右边好看的 琴打二 兄弟们 刷一波弹幕 给我看一下 你们心目中 这两款哪一个更帅 最后我这边也摆出了 我们的米诺斯 标志性的 星辰傀儡线 发招时候的一个姿势 可以看到呢 翅膀全部都摊开了 然后呢 脚稍微往外掰一点 整个手呢往上 这个样子 战力性非常的稳定 来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这个PVC的板 是如此的滑 结果呢 随便站 站的是超级稳定的 所以说这一次 哪怕是407克的重量 这么大的翅膀 这么累赘的一些名衣 在它身上穿上去 它的EX速体 照样能够撑得住 这一点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接下来 名衣形态的组装呢 我这边已经把 大部分的部件 都已经组装好了 首先跟你们解释一下 它的四肢的部分 这边是它的腿部 你看很简单 大腿 膝盖甲 小腿上截 跟小腿的下截 为什么上下两截 要做成一个金属 一个塑料 就是这个原因了 然后呢 手部的部分 也是上臂甲 下臂甲 所不同的就是 这边多出来的一个塑料部件 它要左右颠倒一下 然后呢 本来是往上放的 现在往下放 就变成像爪子一样了 那么施臼的上半身的部分呢 你看这边就是胸甲了 那这里呢 是它的人形的头盔的部分 把它前面这里拆掉 然后呢 旁边还有两个像牛角一样的 金色牛角 也给它拆掉 你看三个孔洞 这边可以看到 是一个凸起 对应这里 上方的一个凹槽 我们直接给它扣进去一下 它头盔是放在这里的 给它抵下去 好嘞 那再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插进去一下 这个等于是它的头部 还有整个上半身 施臼的部分 就已经完成了 施臼的下半身的部分 你看这边副甲 还有这边是它的整个裙甲的上半截 就是所有塑料的部分都在这里 它的剩下的一些侧裙甲 跟后裙甲呢 是扣在这儿 你看这边侧裙甲 后裙甲扣在这里 包括里面是收纳 它的人形头盔的前方 还有你看 两个金色的像脚一样的东西 包括它的小手甲 都收纳在这里 这个的收纳 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剩下的部分 就是全部把它组合起来 我至今也是没有组合 只是先把它给拼好一下 那现在跟你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组合起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首先上下半身先给它组合好 然后呢 再把它的四肢的部分给它插进去 很明显的这边是它的右腿 左腿的部分 给它插在这里 这边都是有卡栓的 正好卡进去之后 它就不会动了 这样子 卡好了 你看 就是这样子 脚步一前一后的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两个手啊 给它插进去 它这手其实设计的还挺好的 还蛮好的 这个手应该 这个手伸的很高啊 那你看 这边它是两个肩甲也一样 只不过呢 它比人形的时候啊 多出了一个这个东西 是专门来扣在这个 就是说名音形态的时候 扣它的翅膀 多出来了一个中间这里 还有旁边两个东西扣进去 你看 本身人形的时候是扣在这儿的 现在呢 要扣在后面这个地方 我先这边给它扣进去 好 耶 这样子侧边一下 那它这个样子 完全是一样的 平面的 两边两边 放好一下 目前好像张力心还可以啊 那最后呢 就是它的大翅膀的部分了 大翅膀的部分 这个翅膀牛了 我要把这个翅膀 目前你看张力心还可以 我要把翅膀稍微往后 往后一点 这个样子呢 它比较好的扣进去 来 最后的翅膀的部分 好 很轻松 很轻松 来 把旁边放好一下 旁边放好 这边中间放好 好 不用 不用底下的那个透明支架 它本身有附带一个 你看 这种透明的支架 但是呢 可以不用 太好了 支架不用就可以了 那么这款米诺斯的 它的名医形态 就是施旧的一个造型 就已经全部都 组装 完成 那么这个名医的形态呢 最佳的观赏角度很明显 是侧边45度左右 如果你翻到正面来 包括其他的角度 就比较一般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啊 顺便用手给兄弟们 360度旋转一下 这个呢 就是他的一个施旧的造型 毕竟跟真实的 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啊 差距还是比较大 他可能跟其他的一些什么妖魔鬼怪 我这个没有什么了解啊 反正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施旧的一个造型了 还原度各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整个的名医的覆盖度也很高 也很高 拼装过程也是很顺利的 大体上来说呢 战力性你看 完全不用借助这个东西 就可以站得住 我个人认为这款玩具 无论是他的民意形态 还是人形的战力的稳定性 都做到的非常的好 然后呢 整个的一个造型的霸气度 我觉得还是摆他的人形吧 这个民意形态 我个人不是特别的喜欢了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在这边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住点击订阅 还有关注 还有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刘哥魔玩这款玩具到底值不值得买 反正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原价买得到的话 还行还可以 但是如果现在的这个炒高的价格 我觉得你还是也等不到了 反正降不了价了 总之就是这样 OK 那么兄弟们 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